那今年呢 我們特別推出這個行動支付的部分 如果你拿著正起的稅單來 那到我們這邊用行動支付 那不只是您非常方便 不用帶先進來 那到我們這邊用那個智慧手機閉一下 我們這邊會出現 這樣行動支付繳款的一個收據 那個收據上面就會寫現 已經繳稅完成的這樣的收款章 在家裡怎麼進行行動支付呢 大家可以看到稅單上面都有這個 每一個稅單上面都有QR Code 那你下載的這兩個支付系統 一個是台灣Pay 一個是支付寶的這個行動支付的App 那麼你在這個App 行動支付的App下面去掃這個QR Code 就可以完成行動支付 所以在家裡有這兩個系統 可以來進行這個掃QR Code 繳牌照稅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不用出門 也不用到稅務局來 所以每一個完成行動支付的好朋友 都可以拿到超商50元的名片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會不會收錢 我們可以拿到麻煩來 大家可以拿到財富了